最爱人间烟火 成都美食问我 包丝大碗豆腐 中和这家张老师开的豆花饭 已经开了18年了 在这里吃饭 环境和服务就不要响了 吃的就是一个接地气 食客都是自己动手端菜 自己动手舀饭 18年来 他们家的菜非常简单 来来回回就只有那几样 多的没有 想要花样 也没有 来晚了 什么都没有 一半的情况 就两个小时 今天是吃的了 平时就是 10点到1点 基本上就晚了 老板中午买完就休息了 晚上如果还想去 不好意思 搜太露 一个土地 一个土地 挺漂亮的 天天的只卖中卫的 上来水水了 晚上就没卖了 八定价 全刷 今天在我们放三天 回家三天我们也放三天 一样的一个工资 这个老板就这么好 随便放好几个价 这家店的豆花 是我吃过最接近原始做法的味道 第一口吃到的时候 就无比惊喜 在四川 豆花的魂是战碟 这家的战碟也很不错 感觉 只是豆花加战水 都可以下一把干饭的节奏 豆花是单式豆花 这个算是比较地道 老嫩的 都还是好 一般像点嫩豆花嘛 菌把枝 然后有点烧菜就行嘛 价位还是工资放的 从来本上过来的 里边点吃一下嘛 回回来都要吃了 一块是张老师的拿 这两个菜是他们兄弟吧 老师老师 虽然叫豆花店 但凉拌菜却是他们家最大的特色 不过也只有三样 拌菌把 拌猪头肉和拌鸡块 拌菌把的味道非常惊艳 大葱的香气跟红油香蕉融合下 再加上菌把的爽脆感 使这道凉拌菌把 堪称完美 它的拌菜 这个菌把 猪头肉和它的鸡 是它的特色 还有它的豆花是最有特色的 加点 不美 它的价格很甜 很大 很大种 我最喜欢吃它的拌鸡嘛 菌把 锅里有豆花 锅里有这些 有这些 卖我很识会 学家常 它这种 有些拌菜哈 就是那么工业化 它这个 演了这么久 我感觉就是一直都 我们一拐牌就很入味 这个时刻 我觉得比较好了一点 嗯 这个肠头很脆 它这火候也还是挺麻烦的 一副面 消费又不贵 然后又方方便便的 两次下就整完了 又爽了 拌菜都是提前整好了 放在桌子上的 想吃啥就端啥 他们家的拌猪头肉 也很受欢迎 我一般吃这个豆花 给这个拌的猪头肉 老三样嘛 很好吃 猪老婆嘛 老婆吃两个份 猪头肉 咱们三个人吃两个 你吃的份肯定不够 三个要吃两个份要嘛 哦 对对 要嘛 八成全嘛 比较就成为老味道 来这里吃饭的 大多是俗客 还有很多是张老师的学生 这个地区这个师傅搬住了 我来后一直一直在那吃 吃了有好多年呢 二十年有了嘛 他一直开心我们就一直在那吃 那么学生学生 几乎都在那吃 张老师吧张老师都是吃的 居然是喊的 他本身就没有学校的老师 还原来都教师的 我们从在这儿读书的时候 跟现在包括参加工作了嘛 都在这儿吃啊 四多年有了嘛 张老师对人非常好 不管是员工还是食客 酒下欢迎你们一边 我们在张老师 我们面办去 我们有钱 当时要不得有样子 哎呀好 你们几个来 我想可能这也是饭馆 一直生意火爆的原因之一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